中秋节除了吃苑饼烤肉之外 薄饼也是应景的娱乐活动之一 金门县政府为了文化的传承 所以每一年都会举办中秋节 薄状元饼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透过纸骰子来厮杀 来决定今年谁是状元王 而今年的活动是200多位民众来参加 不过这活动最大的亮点竟然是手脚 是一头梅花鹿 这也让状元得主惊呆了直呼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激动神响响彻云霄 抓七把骰子准备厮杀 所有人摒弃凝神盯着跳跃中的骰子 要看看谁是今年的状元王 既刺激又紧张 而今年薄饼活动最大奖就是他 不要怀疑没有看错 这大奖就是一头活生生的小母鹿 让状元得主惊呆了 不会一样不知道怎么养 这下状元王可不知所措了 可爱的小鹿也满脸好奇长得超萌 但就算要带回家养也不知道要怎么照顾 这市价约三万元的小梅花鹿 只好先寄养在牧场 金门都是在养这个鹿以后 做鹿龙酒做什么可以 如果有官方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边本身有养鹿可以 所以才会有出鹿龙酒 赞助梅花鹿的牧场也说 因为金门高粱的酒糟适合养鹿 希望借此行销金门观光 除了牛肉跟高粱有名 还有梅花鹿可以看 而这特别大奖也成为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 而且我们的文宾林志传 料子圈金门报道